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欲点 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四川盆地、南疆盆地等级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 局部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 入夏以来我国南方地区的高温已经持续了仅一个月 截止到7月29号已经有43个县市的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昨天中国气象局启动了高温二级应急响应 这也是中国气象局今年以来首次启动高温应急响应 29号下午4点多 江苏南京的一名环卫工人在沿着火车站站前广场进行清扫时 发现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跪卧在路边的一处花丛前 居指非常奇怪 我看他肚子就是这样传 传得很我就跑去韩宝啊 在发现男子神志不清后 环卫工人赶紧拨打报警电话 随后民警和医务人员陆续赶到现场 据医务人员初步诊断 男子为疑似中暑晕倒 最近医院全力抢救 男子还是不幸死亡 据民警介绍 该男子姓麻 病例显示有颈椎疾病 目前男子的死亡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年以来 新疆喀什部分地区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0号 喀什岳浦湖县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气温 高达41.3度 进入7月以来 安徽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 高温日出创下12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70多个县市连续发布高温预警 预警信号也从7月初的黄色变为橙色 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10天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一直到立秋可能都不会出现降温 持续高温让北京地区的电网负荷创出历史新高 昨天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1679.7万千瓦 超过2010年出现的历史最高记录 最近三天 北京用电量中的降温负荷 约占全部负荷的40%到45% 是电网负荷出现历史新高的主要原因 7月以来 上海已有24个高温日 创出上海140年气象史上 7月份高温天数的新记录 昨天中午11点多 上海一处监测站测得的温度也达到44.7度 松江区的最高地温则超过64度 上海全市日供水量一度冲破千万吨大关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分析 造成今夏罕见持续高温的原因 一是长江中下游梅雨期与历年相比较短 出梅较早 富二代高压从7月上旬 便开始持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 二是富二代高压强度明显强于历史同期 同时 今年台风影响偏难 导致富二代高压长时间控制内陆